把穷人逼急了有多疯狂 为了能住进富豪的地下室 不惜性命也要争得一席之地 丛林里亦是如此 老鼠胆敢挑衅臭幼 下一秒就成为熊的午餐 小浣熊为了吃南瓜 却失足掉下悬崖 豪斯找巴特玩 马基警告他们猎人就要来了 他让儿子快跑不要回头 两人夺命狂奔 穿过小溪 巴特找到藏身的山洞 回头却发现妈妈不见了 他绝望的在森林中寻找 突然猎人出现 原来是爸爸干掉了猎人 他们肆意的虐杀猎人 对方还庆幸迷路只吃草 但他们逼急了也照样吃人 在人类社会中 辛普森一家处于最底层 巴特带来个好消息 他在富人家里找到份工作 随着画面的上升 巴特在给贵族千金当家教 并介绍爸爸给富豪当司机 妈妈成为家里的新用人 妹妹则是美术老师 富豪丝毫没察觉到 他们竟是一家人 好家伙 就连园兵也由麦奇担任 当富豪带着家人外出时 辛普森一家居然纠占雀巢 甚至还把质量马桶当作饮水机 一家人正享受生活之时 门铃突然响起 原来是前任管家来拿行李 马基刚打开门 管家就急匆匆地跑进厨房 他拼命地推开冰箱 后面竟有一个暗道 一家人追着上去 楼梯又臭又长 猴磨世俗滚了下去 管家竟把家人藏在这里多年 他们痛恨辛普森一家的到来 随机女人又平底锅打晕了猴磨 麦奇忍不住出手 这却引来地下室的所有人 他们都靠着富豪的盛餐盛饭过活 就像寄生虫一样依赖着主人 但是狼多肉少 很快他们便起了内讧 一时间场面混乱不堪 所有寄生虫不顾性命的搏斗 充斥着整栋别墅 就连寄生虫都有着阶级意识 而黄百万则是他们中的第一梯队 黄老板也惨遭毒手 寄生虫们打得你死我活 在别墅中撕杀了一天一夜 最终王者只有一个 那就是拥有主角光环的辛普森一家 一些人都不愿意